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 a.m eastern time on september 29th and september 30th will be presented in mandarin it's just most of the presentation will be done from the postal contributors and commuters in in china so those presentations will be done in mandarin and the other sessions that will be present in english so if you go to the apachecon website and you click the track details you will be you'll be noticed that all the sessions that has mandarin in its title those presentation will be done in mandarin otherwise it will be present in english just a kindly reminder uh uh接下来我们那个欢迎那个来自金山云的呃软件工程师刘斌给我们 带来关于呃posa在金山云的呃一个呃使用情况啊刘斌交给你了好的好大家好 我叫刘斌然后呃目前是就职于金山云主要是负责日制服务这一块的产品研发的工作呃那么 今天我的分享主题是posa在呃金山云日制服务中的一个实践与员用呃那么 今天呢我会从以下呃这四个方面来做一些分享那么第一块呢是关于整个日制服务的介绍啊 第二个呢是说我们当时呃日制服务为什么说是选择posa来作为呃我们整个的数据传输的一个呃组件 然后第三块呢是呃整个posa在呃日制服务中的一个实践啊 呃第四个是关于未来的一些呃规划 OK然后首先来说一下第一方面就是呃呃金山云的日制服务呢是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数据处理的一个呃日制类数据处理的一个系统 呃目前呢是支持了多个呃目前呢支持了一些呃采集端还有一些呃实时的消费还有数据的存储 然后还有数据的呃检索和分析啊数据的图地啊 目前呢是主要是服务于金山云内部的一些主流的一些成品线的使用 然后提升各个产品线的一些运营和运维的一些效率呃 然后下面这个图呢是关于整个产品的一个呃也一个设计图 然后我简单说一下呃最下面的是整个的一个呃是我们的一个采集 那采集的话呢是目前支持了一个LogStatch跟Floom还有Fillbit还有我们的spk 然后呢上面是呃数据的存储我们是认为一个逻辑概念的叫做呃 LogPort那其实这个LogPort呢就是对应的在Posa里面的一个呃 Topic的一个逻辑概念呃再往上呢就是数据的查询与分析呃 那查询分析这一块我目前是呃支持ES的全文检索还有Circle的分析呃 呃在网上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呃业务的控制就是有一个呃控制台的展现 还有一些实时告警的一个业务场景的使用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关于数据的消费跟投递啊数据消费投递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把呃日制的数据去呃去投递到一些呃对象存储 我们内部就是Cat3还有一些呃大数据的集群 还有ES里面去 ok然后第二块呢是呃是我们整个的呃日制服务的一个技术分层的呃加构设计 呃同样的话是最下面也是对应的业务场景来就是它的一个数据采集端 呃数据采集端这边我们是呃针对开源的Fillbit 还有logstatch做了一些呃改造定制了一些要的put的一些开发 然后从而把一些日制采集数据然后呃对应的传输到我们的日制呃平台这边来 呃然后put data这个接口就是用来接收所有的外部的数据的流入的一个呃入口呃呃 然后数据传输这边是呃是我们整个的一个posa的集群啊 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一些呃数据的消费的一些呃服务 那服务这边呢我们最开始是采用flink和posa的这种方式 通过啊flink这种框架去呃去消费posa然后去然后写到ES 呃在之后呢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呃topic的数量的增加 啊以及整个的一个业务线的逐步的增加啊 啊导致整个flink在运行的时候呢呃整个的集群的资源占有力会非常的高啊 啊所以说我们后来又呃研发了一个一个呃呃应用程序 然后去呃去呃去消费一些posa的比比较小数据量的一些posatopic 啊从而减轻整个flink这边的一个呃资源耗占占有力比较高的一个问题 呃然后还有一个是posafunction这边是用来做一些简单的etl的处理 然后把呃整个的数据流通过通过通过posafunction这边的etl的转换 然后写入到其他的一些数据仓库的一些存储呃里面去 呃在网上就是数据存储这边就 我们内部的一个呃es的集群还有一些我们对应部的一些对创对象存储的一些组件 还有我们内部的一个大数据的呃平台叫做kmi 呃然后再往再往上就是整个的一个输出端这边其实分为两块啊 第一个呢是在呃整个空中台你可以进行操作的呃在web上面你可以去做一些呃项目和topic的创建 以及逻辑上的一些管理的工作啊还有一些监控监控这个也是比较呃比较广泛的一个场景啊 还有一个数据的投递然后再往下就是有呃也提供了一些api的一些呃处理就是你可以通过api去做一些呃控制流或者说是数据的查询的 呃呃然后这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log service的一个通进状态的一个呃设计 那整个的一个呃日制服务呢它本身整个的一个架构设计是呃一种微服务式的一种呃设计的一种呃设计的一种 service 的一种架构 然后呢它所有的服务都是一种呃无状态的一个服务 那这样的话它所有的呃呃数据的通信跟共享都是通过etcd的这种方式去去间联 然后去保持这种呃数据的共享 那那我在呃呃康处这边去去创建一个呃呃呃一个一个topic 或者是一个logop 啊那对应的话在呃在后面有一个呃Cosumer跟一些producer的一些程序去跟etcd 可以建立然后拿到呃呃拿到所创建的和和删除的一些topic 然后呃对应的去做一些呃生产和消费的一些事情 呃那整个的一个服务本身也是可以做到去呃动态的去扩容和缩容的呃呃 呃然后这个是整个日制服务里面支撑的一些场景呃呃那么第一个场景就是呃呃数据的采集 那数据采集的话其实就是呃日制服务里面它的呃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环节 它需要保证数据是呃能够采集进来的那么呃前面也说到了我们是呃定制了那个stash 跟fill bit 这两个开源的组件然后呢呃呃未来也会规划一些呃自研的一些采集端 呃然后呢是数据的查询呃数据查询的话是呃业务端可以去选择通过呃传统的就是标准circle的方式去查询 那么也可以说呃用esquestion的这种语法去做一些呃查询和检索呃 呃然后第三个就是数据的消费那数据消费这边其实呃呃呃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呃呃有些呃产品它希望它采集到的日制呢呃呃能够在它的控制台上通过这种呃呃呃能够实时的滚动的方式去展现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针对在portal上面做了一层web circuit的一些呃封装然后提供一个web circuit的一个接口去供呃产品去消费数据 呃呃然后就是一些高警呃高警这边其实呃呃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呃呃呃日制服务来讲应用是最为广泛的一个场景呃呃大部分的一些产品呢希望是通过呃呃监测它日制的数据去做一些高警的处理 比方说我监测到呃500或者说400多的异常的话我去处发这个高警测量 然后第五块就是呃图表的展示那图表展示的话其实就可以选择呃去选择就是说呃我查询一个数据 你就可以看到你之前所设置的一些呃语法它会呃整个的数据都会实时的展现在你的面前啊 呃然后亦是数据的ego啊数据ego这个就是说呃呃你可以选择当你在创建某一个topic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呃这个topic指定到你的存储介质里面去 比方说呃呃我希望把我的index日制呢然后采一万之后呃呃然后同时达到我自己的的自己的那个耗物的呃呃这个数据数据里面去 然后呢我在做一些呃呃数仓的一些分析等等一些应用呃这个也是支持的呃呃呃然后下面说一下就是当时呃呃我们在做日制服务的时候为什么会呃呃呃会采用poster poster来做整个数据传输的组件呃呃呃那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在在接触poster和调研poster的时候就就一下子就呃针对它的所支撑的一个场景所呃呃所真经就是它是完全符合我们这种日制服务类的一个消息传输的首先呢它是呃一种呃存储以计算分离的一个架构模式那底层的整个存储呢呃呃是用bookkeeper这种日制类的一个日制 直流的一个存储运情呃第二个呢是它整个的是一种云远生的一种呃架构设计然后我们日服务在整个设计之初也是呃考虑到它整个的一个运行环境都是在云上去运行的呃呃那么这一点也是呃相当的呃符合呃呃第三个呢是它具备一些比较呃比较丰富的一些企业特性 呃比方说多租户然后还有水平的扩容呃那那这种呢其实在我们整个日制服务这边呃也是有这种场景多租户的场景呃存在的呃呃呃其次呢是它支撑了比较大的一个数据量的传输呃这个也是呃经过一些实践的一些呃认可呃其次呢是整个posa跟bookkeeper它的整个的监控底细是是是比较完善的那那也是呃我们目前调研的 那其他的一些呃呃消息充电键来讲是相对比较完善的呃呃然后最后一个是它整个的一个呃呃消息订阅的模型是比较呃呃比较丰富然后也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一些订阅模型呃呃然后下面来说一下呃一些特性对我们整个日制服务来讲相对比较呃非常不错的一些特性首先是消息订阅的模型呃然后posa这边呢是提供了呃四种的呃 呃消息订阅模型的第一种exclusive就是一种呃呃独占式的一种消费模式然后呢他就是说呃当同一个订阅者只能有一个消费者去订阅那么其他的消费者使用这个订阅呃的话是不能去呃做一些数据消费的呃然后分类过这种模式就是一种故障呃转移然后就是说同呃多个customer使用同一个订阅者去订阅的话呃当我某一个customer去呃 挂掉或者其他原因呃呃呃10点了呃其实就会自动的把这个数据推送给其他的customer们去呃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这边呃应用的比较普遍的一个呃订阅就是shed的就是共享的一种模式呃其实就是说呃呃我多个customer可以去用一个呃订阅者去订阅消息然后呢呃当我呃然后他会通过这种多个呃customer去 呃人群的方式去推送数据然后呃呃如果说我中间某一个customer去当交货10点了呃其实就会把当前这个数据推送一次推送给下一个呃这样的话其实呃就是呃就是保证数据他是不会丢失呃呃第四个就是一种kishout就是保证数据顺序消费的一种订阅呃呃呃然后这个是整个posa 啊跟posa的一种分层的存储呃呃架构然后呃呃从这图上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分为两层一个是briker一个是briker然后呃呃briker呢这边就是负责整个数据的存储那briker呢整个的一个数据存储呃那整个briker跟briker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呃模块然后即便是其中某一个呃服务或者说呃节点挂掉之后都不会影响整个集群的 呃呃可用性啊同时呢整个briker跟briker呢又可以做到呃相互的一些融促的一些处理呃这个是呃呃posa这边水平过容的一个呃呃特性吧就是说他呃在整个底层呃呃在呃呃在整个底层它的不可以扩容的话其实是没有呃这种rebalance操作的呃所以说呃这种的话就会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会 会经常的做一些扩容给缩容的一些事情呢整个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呃比较平稳一些啊同时呢整个topic的partition它可以无限度的无限度容量的去去扩大啊同时呢它也可以去做一些呃去做一些这种分片的去呃自动均衡的事情啊下面说一下呃多租户的一个支持啊当时我们在在 在调研posa的时候也是被这种多租户的场景呃所吸引到因为本身我们日志服务也是呃一种多租户的一个系统它可以支持呃不同的产品线的不同用户然后呃产品下面又分为各种的一些呃项目和一些它项目下面一些呃topic的传建那那么posa呢本身也是呃在最初的时候就是把这种多租户的设计理念再呃加的加进去的 啊同时呢一个集群呃可以说是呃可以运行上呃百万个topic然后说呃把这topic呢我又可以去呃分发到不同的租户里面去然后这样的话是保证说单个租户里面它可以单独去做一些呃安全的限制和一些呃健全力的事情那同时呢呃多租户它呃也可以支持一些独有的一些特性啊 比方说呃呃消息的容量跟那个数据的容量跟一些呃消息tdr以及其他的一些管理策略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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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两种第一种的话就是说我在创建topic的时候 其实系统就会自动的将这个topic 分发到一个负载比较低的一个breaker里面去 然后其次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NimbusSpace层前呢 其实有一个叫做bundu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bundu呢是根据整个NimbusSpace 一个senservice的HC的一个范围 然后通过这个topic的一个HC 然后将这个topic分发到不同的一个bundu里面去做维护 然后在程序的整个posa里面呢 同时也会有一个系统去定时的去检测 当前这个breaker的一个负载情况 那当检测到这个当前这个breaker它的负载比较高的时候呢 又会自动的将这个bundu去做一些suit的一些操作 然后呢将另外一个bundu去分发到一个负载比较低的一个breaker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利于整个的一个breaker的一个负载均衡的 那这个是简单说一下整posa的一个IO的模型 那其实在数据生产和消费的时候呢 生产的时候就是breaker这边会把数据通过并行的方式 写入到底层的booking里面去 那booking在确认已经写入成功之后呢 会告诉breaker这边写入成功 这里面就会有一种就tiding reader的一个操作 就是breaker这边会把整个队列里面的尾部的数据 会维护在本地的一个缓存中 那这样的话就是在我的消费端 如果说我是用的latest的这种消费方式去消费的话 那其实这个数据就直接是从breaker里面去消费了 那它是不会就没有说去从再去从那个存储这边去拿 整个的一个消费的会比较快一些 整个的资源的占用也会更低一些 然后第二层缓存的话就是 当我想要消费历史的数据的话 那其实就是它会从那个bookkeeper里面再去拿数据 然后然后的话 其实整个posa里面整个topic是没有这种容量大小限制的 但是如果说数据量一直在扩大或者说一直在增加数据量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去扩容存储的基点来做一些相应的支持 这样的话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存储成本的一些压力 然后整个的运维的成本也会比较高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posa里面就是有一种叫存储的一个 可以把你的一些历史的数据 或者说是经常不被访问的数据 通过卸载的方式 卸载到其他的一些比较廉价的一些存储设备里面去 那像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后面就会有规划说去支持我们一些 我们内部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存储引擎 那目前posa是支持的这种S3和S5和文件存储系统 那么后面我们自己也会把它支持说 比方我们内部的KS3还有一些其他的KDFS这种文件存储 这个是整个posa的一个故障恢复 breaker的一个故障恢复的模式 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存储一阶段分离的一种架构 然后整个breaker它又是一种无状态的这种 无状态的程序 无状态的一种服务 然后当一个breaker挂掉之后 其实通过其他breaker通过CK这边的一个监测 就会自动的去把这个故障的breaker的信息 同步到新的一个breaker上面去 整个的过程有没有任何的一个数据的拷贝的过程 所以说对整个的上下游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 booking这边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概念 整个booking这边其实它的数据存储 也是一种分块类的一个存储 当某一个booking挂掉之后 其实它内部也是一种多副本的机制 这样的话如果说某一个booking挂掉之后 它其他的一些booking就会把这个 其他booking会把这个挂掉的booking在上面的分块出去 通过副本的方式同步到新的booking上面去 那整个的一个同步呢 也是对上下游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 下面来说一下POSA在日制服务中的一个实践 那其实整个日制服务在设计之初 其实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性的问题的 那首先第一个它是这种基于日制类的数据 然后其实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整个数据量会非常的大 第二个是整个的一个系统设计上面来讲 它是允许用户去做这种topic的一个扩容和缩容的 而其次它的一些很丰富的一些功能场景 比方说数据的查询与分析还有告警 然后呢还有一些P4的 还有流失的ETR的处理 然后还有数据的投递的功能 然后呢后面的话 会考虑到分发到不同的地域的一个复制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是整个的一个数据归档的能力 然后这个是整个日制流的一个处理流程 那其实就是左边这边就是 是通过Fillbit跟LogState 还有我们自己的SDK的这种方式呢 将数据通过Portletas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这边去把数据发送到Porset机群 那个Porset机群这边其实我们做了三类不同的一些应用 那最上面这边其实就是用Flink这种柳式的引擎 去做Porset的数据的消费 然后把数据写到ES 然后LogHub这边也是一样的逻辑 就是它也是做Porset的消费去写到ES 只不过是Porset LogHub这边它是主要是负责一些数据量 偏小的一些和测试类的一些场景的一些topic的一些消费 然后下面这边是是做了一些WebSocket的和LogRender的一个处理 WebSocket这边就是说可以在控制台上实时的去展现你的日志的数据 实时的去滚动 然后LogRender就是提供了一种API的方式去消费你自己的日志的数据 然后右边这边是整个的实时的ETL的 是基于Porset IO和Porset Function 也是我们目前在小批量带测试的一个场景 然后这边的话就会把数据发送到书仓和我们自己的一个ES里面去 或者说发送到Kavka这个一些存储里面去 这个是整个我们topic创建生产和消费的一个逻辑图 然后首先在我们控制台这边你可以去创建一个用户 其实用户的话就是一个租户的一个概念 然后在租户下面可以创建一个项目 然后项目下面就可以去创建一些topic 或者说是删除某的topic 或者说是更新这个topic下面的partition 然后当在创建之后 就是整个的信息就会保存到ETCD和MySQL里面去 然后对应的后面会有两套程序 第一个是producer是付多生产的程序 他会去订阅这个ETCD的信息 然后当检测到创建删除或者更新之后 他这边也会对应的去跟Posa这边去做一些订阅的事情 然后Cosumer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当他拿到了创建删除和更新的处理之后 也会跟Posa这边做一些订阅的信息 然后去消费对应的topic 然后producer这边就会去接收传入的数据 然后根据传入数据的参数信息 去把这个数据发送到对应的Posa topic里面去 然后Cosumer这边就会去消费完之后 也是根据相应的信息 把它存到对应的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Posa的基础上 在我们的业务层面做了一些抽象的实现 首先是Posa目前还没有支持这种topic级别的 这种增和简的一些操作 所以说我们把整个的一个topic这个逻辑概念 往上提升了一层 把topic提为一种live space这一层级 然后partition就把它提升为这种topic这一层级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当用户在创建某一个日记池的时候 logpop的时候 其实就是创建了一个name space 然后它在指定这个topic下面多少个分区的话 其实就是对应的话 我们在后面创建了多少个在Posa这边来讲 就是一个topic的数量 然后每一个topic其实对应后面就是 就是这种no partition的这种逻辑 其实就是在用户在增加partition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在后面对应的去增加一个topic 那如果说用户想要去减少某一个partition的数量 其实就是我们这边会自动的把这个topic置为那种植读的 terminal的这种操作 然后过期之后再把这个topic进行删除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业务层面做了一些实现 这个是我们目前在Posa上面做了 在日制服务上面支撑的一些内部的产品线的一些利用 那目前呢是支撑了整个金山云内部大概十几条的产品线 那其中最大的一条产品线就是CDN跟K3这两个产品线 然后CDN这边大概每天的一个数据的传输 大概是平均是20TB左右 然后目前呢是有2000多个topic 然后还有500多个consumer 然后800多个producer这种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OK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调研Posa之初呢 做了一些跟其他的一些消息中间间的一些对比 然后总体来讲呢 其实Posa这边还是整体来讲 包括吞吐还有一些系统设计 还有场景的支撑 跟我们整个的一个日制服务来讲 还是相当的符合的 然后这个是解决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首先呢是整个log service 它的topic logpaw是支持动态的去修改数量的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Posa的那个内部spits和topic 这个层级呢做的一些层级的提升和改造 也是带我们整个业务层面去做了一些实现 然后第二个呢是是我们这种多租户多用户多项目的这种场景的支持 其实就是比较符合我们这种多用户多项目的这种场景 然后第三个是动态的去扩送人的整个log consumer的一个服务 刚才有说到我们整个一个log hub是作为这种 它也是一种无状态的服务量 它可以去扩容很多个这种服务 然后去消费那个Posa的topic 然后呢当我某一个服务挂掉之后 其实在我的订阅的模型里面去订阅模型的话 其实不会造成一种数据丢失 因为我即便去当掉一两个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不会影响我数据的一致 然后就是用户可以去自定义它的topic的一个 自定义它的topic的数量 就是这点的话就是也是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上面做的一些 业务上的一些处理 然后后未来的一些规划的话 就是在我们整个日志服务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后面我们会考虑支持这种顺序的去消费 然后也会考虑就是这种partition级别的合并跟分裂 然后呢就是后续我们在规划整个的一个日志服务的组件 还有它底层的一些组件都会做一些容器化的处理 全面的容器化 再下一个就是对于Posa这边期待的一些未来特性 首先第一个的就是Posa目前它的原数据信息 其实是维护在Zookeeper里面去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说当某一天我的topic数量会 topic数量非常大可能会达到几百万的一个规模的话 那其实对于整个Zookeeper的压力会比较大 那如果说整个原数据信息它可以维护在Booker里面去的话 那其实可以真正一一的说去做到整个topic的无线的去扩容 然后第二个是partition的一个自动的扩缩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场景也是比较典型的 就是说某一个右线它可能是有一个高峰跟低谷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在高峰期的话 其实就是说它整个的一个数据的频发量会非常的大 那如果说它设置的partition的分区数量很小的话 那其实对于整个的数据传输效率会有一些一定的影响 那如果说我能够去感知到整个数据量的一个变化 然后底层这边可以动态的去把这个分区数给它增大 或者说当它过了这个高峰期之后呢 自动再把这个分区数量给它缩减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提到 提供一种那个削风填骨的一个作用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能够支持这种内幕斯贝斯级别的一个 政责的一个消费政的一个匹配 其实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整个弗林克这边的一个 资源消耗比较重的一个问题 OK那我今天的分享就这些 好谢谢大家 感谢刘斌的那个分享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刘斌提问一下 那我来提一个问题吧 就是你提到在那个把整个的topic往上移成到namespace 那所有的partition的逻辑呢 其实是你们是需要再分一层library 然后去感知整个的那个就是哪个topic 就是说当你要消费这个namespace的时候 你是让用客户端去直接指定namespace 然后呢去读到所有的那个partition 还是说具体的是生产消费某一个具体的那个partition OK那其实这种的话我们在后面去消费的时候呢 就是说不管是flink还是lokhub它其实订阅消费的时候都是通过这种匹配topic正责的这种方式去消费的 那那其实不管说我后面去增加了多少个topic或者说缩减了多少个topic 然后整个客户端这边整个client这边它会自动的去感知到它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其实就是说整个业务这边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一些处理的 对明白 OK好谢谢 有一个问题是日制场景的生产和消费按住户级别限数有实践过吗 这是来自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是准备在年底之前会做这种租户级别的一些限制和这种限速的限制 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话其实有些的产品线它的它的数据量会非常的大 然后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一些产品线的使用 然后我们目前的一个做法是针对特别大的一个产品线的话是采用单独的集群来支撑的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会去做这种限速的一些场景的实践 那目前的话是还没有实践过那等实践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单独拿出来做一些分享 好的谢谢刘宾 还有一个问题是叫能和卡不卡快速比较一下吗 我不确定你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想移到线下去在那个Posha的微信群里面去聊还是 这个我后面微信群聊吧因为这个可能比较多 OK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比较好奇PPT刚才有一页是和其他中间链比较的表格能仔细讲一下吗 OK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多一些吧 我这个回头把PPT发到社区上面去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是做过一些卡不卡跟Posha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然后做了一些总结然后回头如果感兴趣我们可以都可以单独写一篇文章 发到公众号上面去去做一些交流好吧好的好谢谢刘宾 然后刚才问问题的几位同学如果不在Posha交流群的话可以加一下Posha交流群 然后刘宾应该也在交流群里面大家可以那个线下跟刘宾进行交流 谢谢大家谢谢刘宾好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